首相敦马迪今天坦诚 我国的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而其中一个癥结是不够轻商 政府发现投资者和商人 难以获得批准在我国进行投资 有些程序甚至得等上三年 无疑会增加发展商的成本 因此西蒙指示政府首席秘书 拿著斯里依斯迈 设法简化和加速经商程序 中文字幕提供 顿马今天主持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后也指出 政府在一年多为20万名的稻农 提供了18亿令吉的津贴 我国每年也进口高达 600亿令吉的食品 他表示我国放眼将食品进口量 减半至300亿令吉 因此我国必须设法协助稻农 提高产量 同时种植其他高回酬的农作户 一来取代进口食品 二来提高稻农的收入 减少贫困问题